女孩捡到一辆破旧的甲壳虫 兴奋地将车开回家 就在女孩打算捡修时 鸽子突然变化形态 变身成高大的机甲 她就是大黄蜂 女孩被吓得腿软倒地 但奇怪的是 大黄蜂居然比女孩还要紧张 躲在角落四侧发抖 原来就在几天前 在不坎兴爆发了内战 大黄蜂所属的博派汽车人 遭到了敌方的追杀 就在危难之际 首领晴天柱下令 派遣余下的汽车人 逃往宇宙的各处 寻找可以组建军队的星球 阴差阳坐下 大黄蜂这才来到地球 谁知狂派汽车人穷追不舍 很快就成功了 兵以装备的优势 差点手刃大黄蜂 正好大黄蜂蛮强 凭借身形小小灵火 一炮攻杀对方 和大黄蜂身受重伤 记忆系统也被损害 于是大黄蜂只能隐藏自己 等待晴天柱的召唤 后来阿美无意间发现了它 但此时的大黄蜂已经失忆 好心的阿美见状 决定收留对方 并提醒大黄蜂 如果有外人出现 要变回成汽车的形态 说完便开始了训练 怪不得今天没下雨 原来是大黄蜂 给阿美正无语了 而大黄蜂不仅是失忆 简直是失了智 竟然还陪着阿美 去争骨她的死对头 将鸡蛋挣河沫在别人的车上 大黄蜂见阿美笑得开心 一时轻轻踩了上去 这下玩大了 两人干净溜溜溜 结果因为车速太快 他们被警察定下 追着他们丝毫不松口 直到进了隧道后 大黄蜂才趁着视野受限 变换起形态 从夹缝中挖出去 之后阿美发现 大黄蜂的胸口有处致命伤 正打算检修时 一道光柱冲天 是晴天柱的影像 她留下口信 说马上就要和大黄蜂会合 但正是因为这次连接 远处的狂派汽车人 已经锁定了她的位置 正在朝着地球 慢慢靠近 一颗火球砸向地面 随后从坑中 开出两辆跑车 接着跑车变化成机器人 他们正是狂派汽车人 前来追杀大黄蜂 就在几天前 以粉碎为首的两人小队 收到了大黄蜂 意外发出的信号 于是来到地球 朝着信号地点找去 谁知在路上 他们遇到了人类部队的堵截 面对大量的重枪火炮 虽然这些武器过于幼稚 但粉碎还是嫌麻烦 故意颠倒黑白说 是来追捕逃犯大黄蜂的 人类将领一听 地球上竟然有 这么危险的外星人 就决定帮助粉碎 甚至允许他们连接地外卫星 来锁定大黄蜂的位置 而这边的大黄蜂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他偷偷渡进客厅 在一阵电光出天后 异常的电力瘫痪 自然引起了粉碎的注意 于是立马动身找了过来 与此同时 阿美回到家 见到眼前的狼姐 便打算带着大黄蜂先跑路 但还没开出去多久 就遭到了部队的拦截 看到阿美被威胁 大黄蜂登机变身 抓起阿美翻越人墙 扭头朝小路开去 谁知迎面试来两架飞机 是粉碎赶到了 二话不说 抬炮就色 这时部队赶过来 用电击枪成功将大黄蜂逮捕 等再醒来时 大黄蜂遭到了严刑拷打 对方气急败坏下 一脚朝胸口踩去 意外触发了擎天柱的口信 粉碎这才得知 原来擎天柱将在不久后 带兵降临地球 打算在地球建立根据地 看来这是一次 将活派一举歼灭的好机会 粉碎赶紧请出支援 打算直接踏平地球 而失忆的大黄蜂 已经再也构不成威胁 别跟刚刺 人类部队已经包围了他 作为首次发现地外生命 恐慌的人类决定把大黄蜂干掉 而失去建议的大黄蜂 也只能任人宰割 而当他看到阿美被推翻时 战斗形态立马开启 任凭身后的卡车拖拽 也无法再阻止他的脚步 此时的他完全变成了杀人机器 一刀砍断束缚 朝着人类疯狂开炮 只睡几下就将身边的杂鱼 轰杀干净 阿美意识到不妙 连马大喊大黄蜂 成功唤醒了他的意识 但现在时间不多了 粉碎利用能量核心 试图借用无限发射台 朝赛布坦兴请求支援 如果大军来临 那汽车人以及地球人 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好在大黄蜂及时赶到 用手炮轰炸着塔顶的装饰 高处的粉碎不敢大意 派出轴下前去一战 两排机甲站坐一团 大黄蜂虽体型小巧 力量可丝毫不输对方 一时间就打得又来又回 对方抓住机会 一记重拳砸过去 大黄蜂不去路 剪刀脚勤住对方 接着扔铁铁铁 在和轩脚上缠绕 对方着急变形 不曾想铁铁铁越绕越险 大黄蜂用力一车 这边的塔顶上 人类首领支援了过来 他看穿了粉碎的计划 决定站在汽车人这边 可粉碎只是抬手一击 就打中了直升机 眼看飞机就要坠落 大黄蜂急时冲出来 硬是用身体接下 还反手打中粉碎 粉碎气息败坏 通过来抓起大黄蜂就打 一刀刺穿了大黄蜂 而这时阿美见双方混战 趁乱拔掉了能量核心 粉碎一时分神 被大黄蜂抓到了机会 开手就是几拳 可粉碎太强了 简直是压着大黄蜂在揍 眼看就要扛不住 大黄蜂抬起手炮发射 打偏了吗 并没有 身后的水坝被烘碎 大水连带着巨轮冲过来 静止朝着粉碎砸去 引发了剧烈的爆炸 粉碎这下真的粉碎了 而汽车人再次获得了胜利 人类也意识到汽车人的友好 决定共同维护地球安定 电影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博二 关注我 下期为你解锁更多精彩的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